咱好长时间不给咱做炸糖糕了 正好好多姐妹私信我说炸糖糕一炸就爆 还不鼓包 咱今天就分享个小面照啊 在家都能做出好吃的炸糖糕 锅里放800克的水 稍微来点白糖 水开了放400克面粉 转成小火不停的搅 把它都给烫熟 搅到没有干面粉那就好了弄出来 好烫 先把它产成小块晾一晾 要不然揉着烫手 放凉了都揉到一起 把它摊成一个大圆饼 来40克的生面粉 再来40克的熟油 没有干面粉了把它都揣匀 把面插得滋润一些 看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醒面半个小时 准备点糖馅 把你稍微来点黑糖 再稍微来点白面粉 白芝麻来点 把它都搅匀了 咱的笑脸就调好了啊 按板上稍微来点油 面也醒的差不多了 好了分个小剂子 搓一个小圆球 拿一个小圆球 中间摁一个窝 踹一踹再开始煲糖糕了 就这样不一样 看简单吧 行了 都弄好了 开始炸糖糕起走 五成油温就可以了 慢慢下锅炸 先别翻动它 让它自己飘起来啊 先翻着点面 让它受热均匀 把火上一下色就好了 捞出来碰碰油 炸下一锅 咱烫糕就炸好了 你看金黄酥脆的多漂亮 摆一个看看啊 好 嗯 外酥里嫩的啊 看个个烫实 真的可好吃了 走赶紧让娃尝尝去 来 麦克充好了 给你尝一个 看看颜色挺好看 这就我看一段下去 再吃一个啊 咋的真好吃 和外面一样啊 好吃吗 好吃 哈哈 来人忘别人都把它当笑话 下午间带你出去刷的好不好 去哪里刷啊 看电影怎么样 行 看电影吧 开心 来丢给你出去刷画 好 刚才上午睡 你就很健身带你出去吧 是吧 嗯